他实际上是这个样子 实际上是这个样子 为什么我会看到这样的照片 刚刚的照片再讲几件事情 第一个我的输送带是密封的 对不对 那么我的核废料桶 上面的那些 那些旧的那些油漆啊 什么东西的 大家如果说厂商有弊癌的话 那油漆会一个一个掉下来 那我这个核废料储存桶 放久了之后 我那个油漆也有一片一片一片的掉下来 那掉下来这些有一些长期的 跟这些核废料在一起 所以它有防射线 它也是一个污染性的物质 那么我从刚刚看到第一张照片 在那个密封的 它的那个密封的那个输送带 而且它的房子必须是负压隔离设备 负压就像大家以前那个SARS的时候 负压地方 就是那个抽风机 是把风从外面抽进来 从外面抽进来 然后绝对不能够有风从里面吹出去 是这样子的情况 那么他今天告诉我一个标准流程 我刚刚讲说我前面两天 其实在写的就是这个标准作业流程 我告诉你说 原人会也告诉我 台电影也告诉我 说这个标准作业流程是什么东西 那么因为我已经知道 我有这样的照片 所以说我就把他的标准作业流程 写一片 让大家稍微有点概念 然后接下来呢 在那个记者会上 我就把这张照片寄出来 说这个是怎么回事 你的标准作业是这个样子 你是从一个密封的输送袋 然后去做这件事情 但是呢 各位可以想想看 我今天隔着一个玻璃 然后手这样子进去 然后那个桶子这样翻 非常难做嘛 对不对 那我如果说要掌握效率的话 我该怎么做 我就直接把它拿出来刷 像这样不是比较快吗 对不对 我为什么要用比较 我为什么要用比较 比较 比较笨 然后花比较久的时间 比较麻烦的方法来做 我就用这样子做 那可是呢 你台电每一个工序 都有它的标准作业流程 每一个桶子都有编号 每一个桶子进去到那个输送袋 也都有记录 然后台电就把所有的记录工都拿出来 所以我每个桶子都有进去啦 我每个桶子都有进去啦 那 其实啊 这个就是官方 官方的官样文章 跟我们一般人 很认识的一个落差 欸你会看说 欸奇怪了 对没有错 每一个桶子 通通都进去那个输送袋 但是呢 他实际上的工作 是不是在输送袋里面完成 我看一张招 对不起阿招 其实他有都不清楚的照片 大家看到哈 这个照片呢 他就是刚刚从输送袋出来之后的 有被料输送袋的状况 这个下面是漆有没有 今天如果说你家墙壁要修 如果说修成这个样子的话 大概 那个工人 不应该给他钱啦 就是说 他原来的那个漆 通通都没有挂掉 然后就直接在上面上了一层漆 然后有的呢 有的你在这个地方看他的 这里可能不太清楚 他是很薄的 直接透下去就可以看到 那是特殊的漆吗 不是什么特殊的漆 就是一般的游漆 就可能仿秀而已 就可能仿秀而已 那个其实这里面有很多很多东西啦 譬如说有人在讲说 有人在讲说 你怎么看起来没有穿仿服衣啊 大家会对核电厂工人有一个印象 他会穿一个好像太空人的衣服 对不对 各位知道这个衣服是怎么说的吧 不支部 不支部 就他一点都不防不射 完全不要有错误的观念 那个其实后来台列一再的说明 你看到这个人 譬如说我们刚刚看到那个人 他在这边刷 他在这边刷游戏 对不对 就问台列说 为什么他没有穿防服衣 那台列说 这个地方不需要穿防服衣 因为没有粉层 防服衣只是防粉层而已 防粉层就是说 这个有辐射的粉层 其实是有啦 这边是有粉层 这个辐射的粉层掉到你身上 然后到你身上之后 然后你就回家了 你就带着那个棒 放射线跑他照 有没有 他只是不让你把这个粉层掉到他身上而已 好 我再回来看 这些照片 比如说这样子的照片 有没有 他的袖通通都在这边 通通都在 这样子的照片 是经过那个输送袋完了之后 也就是说 已经作业完了之后的桶子 是已经作业完了之后的桶子 我们减整的目的呢 就是要让这些什么配料桶 能够回到一个比较好的状况 然后 然后 其实最主要的目的是 未来有一天要从蓝运运出来 如果说 你是这个样子的状况的话 那你的 秀马上就会再扩大 然后这个桶子 马上就会再发生 原来一样的状况 所以就牵涉到你的减整 到底有用没有用的问题 好 那 那我 我这边很清楚有这样的照片 如果说我不解释给大家听的话 我相信 没有人会看得懂 说这些照片有什么恐怖的 我告诉你 这些照片 比起 刚刚大家在那个坑里面看到那些 本化的照片更恐怖 因为这些 基本上这些桶子是还好的桶子 对不对 还好的桶子 表示它比较新 比较新 就表示它的放射性比较强 好 也就是这样 然后你看 这些东西他拿到外面刷流行 这个照片都非常清楚 是直接从输送袋 也就是说我刚刚讲说 对 每一个桶子都进了输送袋 这个是没有错的 而且每一个桶子在输送袋里面 一定要待八小时 为什么 它的规定是 第一个我要先上底漆 先刮除 把原来的那个 秀 跟那个流漆 刮除 然后上底漆 上完底漆 要放四个小时 等漆干了 然后我再上面漆 上完面漆 再放四个小时 所以说 进去里面 就算你动作在一块 最少八个小时 好不好 所以说 结果是 每一个桶子 都有经过输送袋 每一个桶子在里面 都呆过八个小时以上 但是就是这样慢慢慢慢 出来 出来的时候 就在刚刚那个地方住 这个地方是哪里的 大家再看一下 我刚刚已经讲了几个重点 因为没有办法很详细介绍 里面有很多东西 这个地方呢 是在输送袋外面出来的 车子抬进来 把做好的废料桶 载走的地方 是这个地方 那这个地方呢 大家看到这里是什么 这个地方是一个铁卷门 这个时候铁卷门是整个拉起来 整个拉上来 整个拉上来 那各位知道 那个核费奥储存厂在哪里 在南嶼的最南角的海边 它的海风非常的大 所以说呢 这个地方基本上 封进来就像一圈圈出去 所以说非常容易解释 为什么在减诊期间 最后就造成了 我在那个储存厂附近的槽间带上 侦测到辐射的河走 这没有才怪的 对不对 因为我是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下 地上全部通通都是 这些刮下来的油漆 然后封一进来就整个卷出去 这是一个问题 然后第二个问题是 这个工人 他距离这个河对要怎么夺近 这样有一公尺吗 应该没有吧 距离大概就是 就是不到一公尺的距离 那然后在这个地方刷油漆 我刚刚已经讲了 这些桶子看起来是OK的 就是没有那么恐怖的 看起来越OK的桶子 是越恐怖才对 好 也就是说他距离这么近的桶子 这个地方刷油漆 其实我大概 我在报道里面 大概有算了一些数据 就是说 这些桶子大概会有多少的辐射量 那么也就是说 当一个工人他距离他这么近 在刷桶子的时候 他不可能 他不可能 不承受到高剂量的放射器 但是呢 又有一个问题又来了 每一个人 每一个工人 在进去的时候 他都要带一个东西 变老的点跑不动 他进去的时候 那我用讲了 他进去的时候都会带一个侦测器 都会带一个侦测器 那个侦测器 大概像一包香烟这么大 大概像一包香烟 那这边我就讲了 大概像一包香烟那么大 然后它又挂在这个地方 那么它的规定是 每天三百个维希佛 只要每天超过三百维希佛 这个侦测器就会降 降了之后他就要出去了 他今天就不能工作 那每个人每个月 每年都有一定的剂量 就是累积的 累积到多少就不能 就不能 那么今天如果我告诉你说 你看到这个桶子 有高剂量的放射线 然后他们呢 距离它这么近 也承受了高剂量的放射线 为什么它的仪器不会降 这是一个问题 但是呢 各位看到这张图上 工人有带仪器吗 我刚刚说一个香烟蛋不大 然后挂在脖子上 要这样的东西 我有它的照片 不过现在有什么样的 很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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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就在这里 后来呢 我奥过它 这个地方 那我看到这个人 口袋秃秃的 他里面到底装的是这特计 还是香烟 不知道 后来台链就 台链为了要版国我的这篇报道 特别找了一个人 来跟他差不多身材 穿上一样的衣服 然后把一个侦测器放在里面 然后拍了一张照片 证明他的侦测器 放在他的口袋里面 是看不到的 也就是看起来跟这个就很像 所以我没有办法证明 他里面不是侦测器 但是呢 几乎 我后来去来与访问 几乎在里面工作的部分 都很清楚的讲 我今天只要是进去里面 的动作就是 我要开始做这样的动作的时候 我就会把那个东西放下来 放到旁边 为什么 因为我只要一接近 他马上就会超标 一超标我就没有工作了 我就不用做了 这个东西大概是全世界所有的 核电厂 核费厂的共通现象 他们里面的人 里面的人大概百分之九十 是外包的 是临时的工作人员 就是台电的那个正职的工作人员 才不会跑到这边去做这种事情 他们都坐旁边这样看 那都是这样的临时的工作人员 每一个人的心态大概都差不多 就是我今天能做 我就尽量做一做 能转就尽量转一转 然后转完就离开 基本上就是这样 以后也不再碰这样子的事情 所以说就会造成了 其实你会看到在核电工业里面 我刚刚讲两个问题嘛 一个是核废料处理的问题 一个是核灾的问题 其实工人的问题是一个更大的问题 就是说这些 这些所谓的 这些所谓的那个 那个临时的 非正式的 然后反正我 我可能这一辈子就是做这一年 我也不会再去想别的东西 这些人好 最主要最最危险 最肮脏 最困难的工作 对他们来做 那这个是我们看到 在整个核工业里 每一个 每一个环节里面 都产生这样的问题 诶 真的不会动 那是说国外 国外也是这样子的 我们有曾经翻过一篇报导的讲序 就是日本的福岛电厂 日本的福岛电厂就是百分之九十的 九十个人 都是临时的工作人员 这个临时的工作人员 其实在国外的报导里面 其实讲的很白啦 那个最近其实大家也会发现到一些事情 像是讲到没有福岛的壮士啊什么东西 不是 那个后面其实很多都是黑道的地方 就是说我今天 我其实有画过一张团 其实后面不会动 我有讲 我今天其实就是 台湾大家知道我一个 一个公共工程的分包系统 就是今天政府 我今天会 因为我掌握了 譬如说国民事业吧 譬如说我掌握了公共工程 还是观人员 Kathryn 我们看得出来了